下面我讲的问题就是 常用的数据员的配置 日后我们怎么的 是不是使用数据员了 使用数据员的这些怎么的 你就得会用了 那我们今天学这个数据员 我上面讲的东西啊 就是咱们今天学的数据员的框架的原理 能理解吗 上面是不是直接写数据员 那实际以后用的写吗 都写,拿回来用就完了 那么现在我想 第一个数据员叫dbcp 这个dbcp 是什么东西呢 叫database connect tool 是不是数据库连接 对不对 简称叫dbcp 谁开发的啊 是不很熟了 看谁他弄的 他们看的对不对 他们看的图片是不是也是他的产品啊 那么这是一个开张框架 是一个框架啊 那想用他怎么办呢 这里面是有个步骤啊 首先第一步我们添加价包 叫commerce-dbcp 这个价 还有个叫commerce pool 看到了没什么 这俩框架里面写什么东西了 是不是咱们今天上午讲的这些东西啊 对不对 它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数据员 连接10对不对 就连接10啊 这pool就是10嘛 是不是啊 把这俩价包扔进来 第二步我们需要配置属性资源文件 这属性资源文件 咱们这不是咱们已经接触过了 咱们写那个gdbc 是不是有封了一个db utils啊 里面有优客名密码还有数据库连接 是不是可以吗 那些东西 咱们也需要配置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个配置文件咱们一会看啊 它配置什么呢 你初始化的数据员 同意吗 是多少个连接啊 是不是同意吗 多少多大的等待时间呢 都是它来配置的啊 一会咱们说 下一步咱们是不是编写数据员的工具了 写的工具无关乎写什么呀 这就干的可能性的方法 对不对 和释放资源的方法啊 那么咱们做一做呗 我现在这个写的东西什么了 是不是还是db utils啊 不还是干的可能性的 这回咱们db utils可不是连 不是这个 每次都干的可能性创建一个连接了 我这回这个db utils是什么了 是不是从池里面取了一个连接啊 池不用你做了 池不用你做了 懂吗 池不用做了 咱们是不是只做什么了 是不是只做这个test哪些呢 就这个啊 这个 我们只做这样的东西 当然这个东西是不是 不这么写了 是不是框架直接提供好了 我们拿回来用一下 嗯 来 这样咱们做一做 把这个咱们先给他都关掉 再讲的时候就比 你看上午咱们讲那么一堆东西啊 下午咱们讲的东西很快 就完事了 就123就完事了 就123就完事了 来 d1030张 下线 几了 01 叫db cp 那我们想用这个连接 它就是一种连接池技术啊 一种连接池技术 怎么用 第一步我们是不是找架包啊 来 回退 找资料 看不看到这里面有db cp啊 有两个叫b 一个叫src 这是原码是不是 这是是不是还有一个叫pull的 一个b 一个src 是不是还需要一个 词啊 点开 这里面是不是也仨啊 就用第一个就行了 来 来 这个 这个第一步 肯定c给它拿过来 就放在这里来啊 放在这里啊 第一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 你们是不是也需要一个配置文件呢 这个配置文件是这样啊 看看这个没 cp cp config 是不是配什么件啊 这玩意儿就你写吗 可以吗 你就拿过来运行 上网上下 一堆一堆一堆的证 我给你读读看看 你们 这个 能看到吗 这玩儿class name 是不是连接买车口的 这块是不是你就改哪一天就完了 不是 十四十三天是不是 root 这个会改吧 我现在你读读读这样的东西吗 一会再改啊 说数十万连接 ineral size 十 我之前是不是咱们写 自己写循环写个十个 十的循环 这玩意儿就写了吗 是不是拿过来就 配置一下就完了 你写多少 是不是自动创建多少连接了 下一个是maxactive 最大的活动连接 这玩意儿就是说你这十个有时候可能不够是不是 我再新创建一批 又不够我再新创建一批 你知道吗 这个啊 最大的空闲链接是二十 最小的空闲链接是五个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里面 这是相当于白天值班有二十个晚上访问人少是不是啊 留五个链接 空闲链接 这等着呢 那种是吧 就准备这些链接来等着啊 还有这个叫max weight是六千 那不六万 一千毫秒是一秒对不对 它是单位是毫秒啊 那多长时间呢 一分钟 一分钟是不是啊 一分钟 也就是说你这个同学班 十个链接是不是不够了 不够怎么办 过一分钟之后 我就新创建 那种理解 下边这是什么玩意儿呢 自己看来 而Connection properties里面有个U字 什么unicode的是不是啊 这数 是不是使用编码啊 什么编码呢 看来你说的 别别 杠码废了 对 说 这UTO8是说谁的 mysifer 对不对 mysifer那个编码 当然你不写这句话行不行 默认不是他安装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设置UTO8了 对不对 这意思啊 那么这个default auto commit true 自动提交 是不是自动提交啊 对啊 这玩意儿看一下就行了 你是不是看些处 default read only 这玩意儿 什么意思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一个服务器 他们开了 以后可能有多台服务器 那就变成服务器集权了 对不对 那么有一台机器 是不是可能是止读的 服务器能不理解 什么意思啊 当然你看眼睛 你都不用记这些东西啊 你要真正性操作 都不是你们做的事儿 鞋里面是否运维 对不对 来往下看这里什么东西啊 这个 default transaction 然后isolation 是不是事物的隔离级别啊 什么级别啊 repeatable read 是不是第三个啊 这个其实你又配了吗 买生活默认是不是也是他 对不对 这些大家都能看明白就行了啊 好来 我把这些东西啊 Full Full 把这个是不是肯定是C啊 哎这东西应该放哪啊 同学们 就是你的有效的那个class pass路径 是不是 就是SRC下边 就是SRC下边啊 就是SRC下边啊 来我们把它改一下呗 这双击吃个点sauce啊 它会乱码啊 乱了 乱就乱不用管它啊 因为这个pubus 是不是不支持中文呢 它不能存 不能写中文啊 它使你乱就乱 不用管它 下边是不是不用管了 你都不用动了啊 好了 那么现在我这个 是不是连接词 这些东西都有了 和配置也有 对不对 下边我们是不是自己写这个 这个 data source 是不是啊 怎么做呢 来看个屏幕啊 class 咦 咦 c o m 点 it 黑马 呃 db ut ut u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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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呢 叫dbcp utr 行不行啊 那这里面我们干什么呀 就是得到数语元 啊 这样的东西听我说你们啊 叫data s o rc 是不是上来就写啊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导一个加帽进来 ds 是不是啊 等于no 先等于no啊 那么下面是不是给它复值了 怎么复值呢 我静态方法复值啊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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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 i c s 第三块啊 这里面说ds等于谁呢 这个叫啊 base base data s o rc 你看这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基础的数据啊 对不对 后面还有个factory base base 什么东西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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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个 Basic 我写Basic 叫Basic Basic Factive 是用下边这个 同学们我用下边这个行不行 是不是也是这包里的 对不对 那一般起来 其他俩都是一个东西 我为什么用下边这个呢 咱们以前是不是学过这个工厂模式 是不是 创建一个 是不是一次创建一个 Creator 你工厂模式还记得吗 它需要一个PROP 这方法里面是不是创建一个连接 连接室对象呢 那么现在需要一个PROP 这个PROP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Properties 你看是不是告诉你参数的Properties 对不对 所以啊 我这在里面同学们 是不是让你创建一个变量 是不是就出来了 太简单了 是吧 来 另外一个什么呀 Properties 这都会吧 那么问题是这样的 你们这个Properties Properties里面是不是得有一些属性物质啊 哎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什么东西这个 它是Hack Table的一个类类对不对 来咱们点进去看一下是不是它继承了Hack Table Hack Table里面KY6是不是全是OVERDAC的啊 它这里面只能是什么呀 做事 它能把它继承过来 当然它是不是也有POOT的方法啊 但是咱们强烈反对POOT的方法了 还记得吧 哎 所以这里面用什么呢 是不是用SIDE和OVERDAC啊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里面操作专门 这个对象专门是操作谁呢 K什么物件 是不是操作这样的那个属性重要物件呢 操作他的 所以这里面全是支付专能KY6都是啊 那么现在我也不用一个一个SIDE上去吗 说PROP是不是有个叫LOAD方法 LOAD啊 是不是这个啊 那这里面怎么写啊 Fall Inputsgm是不是啊 那这里面怎么写啊 这个网上我用写吗 这个 我看看来 漏的 它这写没有流不行是吧 那还得写 这里面是谁东西们 我们是得读到那个文件 大家注意来 这么的 它点 class能不能理解 再点 get class loader class loader能不能理解 再点 get real get resource ad sgm 这块写谁呢 是不是有这个文件名啊 来 直接散一本 抄文件名 就说那个 导流的人 对啊 我也觉得 是不是不用就这碗了 不用 导流的人 那个文件名 那你 那那路径你能找到吗 上个下 你能找到 下开子啊 留最大的异常 是不是 这异常如果你想抛的话 咱们就怎么的 是不是 这么个东西 数实话异常啊 嗯 啊 这玩意儿数实话错了 是不是 说还是数实话错 对不对 数实话 错 错 错 你检查什么呀 检查 配置 文件 是不是啊 你配置文件是不是有可能这里面说你这个连接数据户的串不对了 对不对 等等这种问题 是吧 你一般就这样错了 我这块有没有问题东西吗 哪块有没有不理解的 或者什么对象不知道是吧 这个是不是得到 等下可拉斯是不是得到咱们说得到可拉斯之间码文件是不是有三种方式啊 他是不是得到那个自己码文件呢 对不对 那么咱们咱们这个 盖的可拉斯楼的是把这个资源码文件加载在论手里面创建一个可拉斯对象 那么一样 这个可拉斯楼的 就返回一个可拉斯楼的 这个对象是什么呢 咱们说这句话是不是把自己码文件得到了 那么 光得到自己码文件不行啊 你是不是得到在内存里面加载的这个对象 所以我这里面盖的可拉斯楼的 就是把你的自己码文件里面信息拿出来封装到一个对象里面去 能解吗 就在内存里面创建一个可拉斯对象了 这么说能理解 啊 啊 不能理解啊 嗯 嗯 嗯 那加载系加载什么呢 嗯 哦 不 这个内加载系是把你资源码文件加载的那什么给它读出来变成一个可拉斯对象了 在内存里面产生一个对象了 是一样 能问一下 其实咱们以前说他点可拉斯是不是得到一个可拉斯一样 你没调查是不是 他也能帮你接下来都吗 事儿嘛 你呀 我们在最后一天有个基础加强 会讲到这个东西好不好 会讲到这个东西 你现在简单理解东西吗 我是不是通过这个得到点可拉斯 你自己码文件啊我这个通过可拉斯的loader 你们把这自然网文件是不是加载到 那层里面变成一个对象了 我通过这个对象的点 gat 这个resource as stream 你们是不是以流的方式加载到 其实我可以他还有一个叫gat resource path 那么就这个如果我不写resource 他有一个文写上来 点 gat resource 不是不是就盖着pass吧 我先把后边删掉来 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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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啊 就gat的resource他们呢 是不是返回Ur了 他们同意吗 gat resource同意们就是返回Ur了是不是他返回什么东西呢 返回你当前这个资源的文件路径 返回你的文件路径啊 这个 这是相对路径啊 那刚才我怎么写的是不是gat resource什么呢 是不是as stream啊 对不对 这个是绝对路径 你你你写刚才那个不带as那个你得写个斜杠了 那这个我是不是就不用写斜杠了 你这个你就不用写斜杠了能行吗 说了我就你就知道就行了 可以吗 这干什么呢 这个 就是加载 加载配总件 咱们去加载可以吗 我这个路径是不是根据我 达主意是不是根据我当前这个类的路径啊 根据我当前这个路径来加载 这个文件 我这个文件在哪 是不是在那classpass下边了 能不能听你吗 在classpass下边了啊 我这怎么还包错呢 哦 错 根据当前这个类 这个 在这当前这个类在哪里吗 是不是在class 下边了 能理解吗 我来 clas es 这个路径啊 这个路径 加载 能理解吗 我为什么用它去点class 在classloader呢 我目的这句话 是不是得到我当前这个类的有效路径了 它是不是在classpass下边了 那我这个是不是也在classpass下边了 我能找到这个类 是不是也就找到它 就钱在classpass下边 嗯 能不能理解吗 那你就得写上包名 那也写上包名 我这有空格啊 还拍什么见也没错啊 啊 当然有错了 没有 没找那个包 什么错 你这俩包倒了是不是啊 你数据库连接那个你倒了吗 是没有那个connects呢 那你这 那你这 来 买sephone是不是就驱动了一家呢 把这是不是也加进来 这样才行啊 来 现在我是不是得到一个数据员了 得到一个数据员地下啊 下面我干什么 是不是就那个connect了呢 public conection 这里面是不是get conection 就完了呗 怎么得同意吗 是不是retur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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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你看谁呢 是ps点 get connect 窗包 pivp Private 啊 这怎么的啊 这运是吧 RUN TME Exception 这提示什么呀 说服务器忙啊 忙 这种东西吧 你提不着了是不是就忙了 下一 啊 啊对对对 这个忘了 第一孩子是吧 这个啊 你给值 是不是这回就有值了 这我写上去吗 这什么意思这个 是不是得到 那通过谁 这个你能看明白吗 basic data source 是不是就是一个基础的数据员呢 是不是一个基础数据员的一个工厂类 对不对 通过工厂类 是不是得到一个数据员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创建多少个链接呢 是不是把这个加载进来 你就知道这里是多少个链接了 是吧 其实这里面几句话搞这件事 对吧 来 就是得到一个数据员 得一个数据员啊 那就是连接十呗 对不对 下边怎么的啊 pobrc public world rease rease 是不是release 我这为什么都写了 你们啊 Rs 我是不是让你知道我这个现在是什么东西啊 以前咱们写是不是叫dbu条子 我现在是不是叫db cpu条子 这里面是不是还照样盖的 connection和可乐子奥 能力吧 我这可乐子奥改名了 为什么呢 我这不一定是可乐子 是不是对吧 这东西我们怎么写啊 不用写了 写什么写 之前是不是写过啊 dbu条子 这里面是不是你该怎么关 就怎么关 关密资源 把这个 cntrc拿过来 到这来 保存 我问你可以吗 这个con关不关 要不要关 啊 关不关 尽管关 放心大胆的关 该关就关 为什么呢 你都能想到把这个用什么模式给弄一下 难道难道人框架不知道吗 是不是 那肯定能知道啊对不对 所以这个对象 关闭 是关闭了 还是把这个 数据放回去了 是不是取得你这个对象怎么来的啊 对不对 那默认你是不是创建十个啊 对不对 创建十个 那么这个默认是不是从这个 从这十个里面取出来的 取出来是不是就放回去 关闭他就放回去了 对不对 但如果说他这十个不够人吧 是不是新创建了 新创建不是从池里面拿 是不是他就关闭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该关就关 弄了一下 你都知道用装饰模式给弄一下 他不知道吗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对数据员咱就写完了 那以后咱们用怎么用 咱们写个测试类类同意们 来我写一个test的 这块放那个test包里面 test的来 test的来 test test 就是 jbc 咱们 咱们是访问数据库插入数据等等 那些东西 对不对 你就 t t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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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DStatement 这叫PS等于NOW 是不是啊 那下一步我们是不是 这没导包 看见Safe这叫O 来说C O N N 等于谁等于门呢 RDBCPUtile 是不是DR Get Connection 以后咱们是不是用 不用DBUtile 是不是用它了 从这里面 这回咱们再得的数据 是不是从词里面拿出来一个 你看我这里面做的事情 这个类一加载 是不是就执行的Static了 三个一执行 这里面是不是数据员就有了 10 是不是这里面配的是10啊 是不是10 出说10个连接 那么这个数据员里面 是不是有10个连接了 我这里面Gate Connection 是不是从这里面 先拿一个连接出来 对不对 那么就得到它了呗 下过咱们说PS等于 C C O N N 我这些 这些 这些 下边我就不用写了 是不是 这些下边我就不用写了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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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是不是DBCPUtile 第二 release 哎呀 release 没加Static 是吧 没加是吧 STAPIC 保存一下 所以 是不是出来了 C O N N 就是它 这个是不是PS 这个就是NOW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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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写不行 啊 不 我知道 我问你第一个 我是不是要Connects 第二个是不是叫Statement 第三个是不是Rs 我第一个给的是不是Connect 哈哈哈 应该给成C O N 这么这就对了是吧 这时候我们给 关闭行不行 是不是该关就关 这里是不是关闭啊 实际上放回人家室了啊 你不就这就完了吗 是不是真正给他 以后咱们就这么掉 就掉他就完了 是不是